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以前我们就学功夫 而不行 我的梦想是要做武术指导 那一天开始 站在那边学怎么做武术指导 我18岁做武术指导 22岁做导演 很必然地就走上这条路 我要改变我自己 先改变环境 这个也是叫upgrade自己 比方说我在香港工作 工作到自己发挥不了了 好像伸展不出来了 我就到外国去拍戏 我一到外国拍戏 从外国拍戏的中间 我看见很多外景 很多武林精怪的建筑 而且启发了很多灵感 我们才想到 飞行计划 快餐车 红番区 哪有时间去羡慕人 我拍戏的时候有一个放和 已经很开心了 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 你的心态也会变 好像以前我们在香港开车的时候 人家哼哼两下我就跟他赛车了 开个摩托车他比我 我要比他快 现在人家哼哼我说你走先 你先走吧 小心点 常常跟陈嘉宾讲 我要忍一时退一步海拔天空 千万别斗气 我们那个时代 想都不敢想 父母赚钱的时候我也不知道 我在学校的时候没有钱的概念 当我16岁半 17岁的时候才知道 原来爸爸花了十年的薪水 买了一个房子 现在有人叫我卖出去 我都不卖不同的年代 有不同的成全方法 我六岁的时候在学校就很成熟了 你要怎么照顾自己 不给师傅打 怎么有多余的时间的时候 我还要保护原标 逼着你去成熟 好了 你到你不成熟的时候 现在我还是很不成熟 我很喜欢跟陈嘉宾他们一起玩 打打闹闹 那很好玩 人的心态就要开心 大家好 新年快到了 而且今年 大家好 新年快到了 希望在龙年 祝大家身体健康 还有一起成龙